乌亚新剪长发 望银照 明年正式开工 乌亚新这次是真真重重付出了 之前的公开亮相虽然是打零工 因为营照事件影响 不敢大张旗鼓重返演艺圈 找到新东家之后 他今天拍摄宣传照 穿上全白洋装 象征重新出发 要在明年准事开工 乌亚新讲一下今天好像是重新出发拍这个宣传照 因为其实我录航以来好像还没有正式的拍过就是宣传照 已经快年底了嘛 所以就刚好迎接明年的曙光这样子 他特地剪去三十公分长发 换个新造型 剪头发的象征是不是对过去出去的 嗯 也不是说 就刚好时间到了 然后差不多也是该换个发型 休息一段时间嘛 他觉得再出来的时候 有个新的造型出来会比较好一点 之前好像有听一些老师说 他说你头发只要过腰啊 最好是要看一下日记再剪 不然就是会不好 他星期二过三十岁生日 许愿不忘 第一个愿望是希望妈妈的店 就是可以 开幕之后可以升一新楼 帮妈妈开店是比较少难的开吗 会 可是因为我帮妈妈开店是 其实已经计划五年了 花了五年时间去存 我一年把自己逼自己存一百万 自己开店之后就觉得很多辛酸食 其实放在自己心里还真的有一种不容易 他怎么讲 真的不容易 景爷的小屋真的很厉害哦 可以买四千万内户房子给家人住 再存五百万给妈妈开火锅店 他把营昭事件沉积一年以来的心情 转换正面能量继续走下去 有些事我希望是真的可以忘记就忘记 不想去叹气 每个演员他都会把他自己 日常生活发生的一些状况 或是一些心情藏在心里面 等他需要用在这个场景的时候 他就会拿出来用 沉浸了这一年 我当然很多时候 我都会把一些心情放在心里面 我觉得真的是未来或许都会用得到 苹果以浪漫化备份为力量不倒